歡迎收看臺灣新安街 我是阿民 張維銘 屏東進出很多年 個體延伸到屏東 行政運動 蘇晶床 上個月全港到屏東來選擇 確定個體延伸到屏東 目前要有四條線在屏東 不過上個月這個消息一出 宜蘭館長林主廟也隨向這個中央要求 個體要躺躺到宜蘭 現時高通部替德國就建議把這個個體 躺到宜蘭 幾歲就出來了 路線從台北到南港 宜蘭市 差不多五十公里的時間要靠九百九十五月 行車的時間差不多十三分鐘 高鐵躺到宜蘭 這個快一點 還有這個混流效應 這個工程技術 還有這個鐵圖 安全 頂頂對環境衝突 也要來做一個精緻的考慮 今天是臺灣新安街 臺灣大事件 邀請 鄉親好朋友 作回來關心 第二位我們邀請到民進黨立委 丹奧博辦公室主任老鄉明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宜蘭民宿業者李喜角 大家好 第三位我們邀請到 冰東國民黨立委參選人酒家吉 大家好 第三位邀請到冰東在地基民 阿敏 臺灣新安街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就是高鐵 我們說 南園還要重溫到宜蘭 這都是很大的交通政策 對到宜蘭人來說 也就是說對到冰東人來說 應該都是一大福音 不過很多聲音出來 修正我們說 這個冰東的這個地方 有四條路線 可能要安排說 都一條路線 比較好 這個安排 這個鐵圖是這個 穿東西的這個地方 會影響最小 冰東這個部分 是很多基民 基台很久了 同樣的宜蘭這裡 很多基民也基台說 可能這個交通可以比較離邊 因為這個雪水通了 尤其這個都沾沾沾沾沾 在咬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來討論 我們先關心宜蘭這個部分 因為是先發出來 這段發到病病狗 就是說宜蘭這個個體 但是過去我們也說到這個 台北和宜蘭這個 滴山鐵路 因為早上都是圓圓圈的鐵路 這段有這個高鐵 這個方案 還有這個北極 滴鐵這個方案 到底宜蘭這個基民來說 比較介意哪一項 我認為現在交通方便 所以基民去那個 買去我們宜蘭那裡 尤其現在宜蘭 大發電觀光 所以現在國道五號 都到假日都塞到爆 所以現在我覺得綠色 鐵路這個是一個綠色運輸 可以輸解國道五號嚴重的車流 現在當然這條路線 現在是面對到這個環保議題 但是現在交通部的鐵路局 他現在是說整個 盡量把這個集水去繞過去 對 所以我這樣看起來 我們宜蘭的民眾 是高達大概有七成左右的民眾 七成的民眾 都是贊成 都是支持 所以是支持這個 滴鐵 還是說這個高鐵 都是一樣 其實這個高鐵 是這個滴鐵的替代方案 其實說這條路線 進出二十年了 但是只遇到這個翡翠水庫 集水區的環保議題 所以都沒過 所以政府現在在時刻 是不是有一個容量比較大 速度比較快 可以有效轉移 我們去宜蘭的車潮 解決榮賽的問題 是啦 就是要解決交通的問題 我們現在有限制兩種方案 就是說這個台北宜蘭 這個滴散 鐵路的方案 還有這個高鐵的方案 不過都會走過這個 驚水庫 就是說我們的集水區 或者翡翠水庫 這裡影響差不多六百萬 大台北地區的民眾 喝水 喝水的問題 所以這個環保的議題 我們也是要顧 不過現主席的發展 已經有放這個風聲出來說 高鐵要存放到這個宜蘭 初步秉庫 我們剛才也說到 工廠費用要九百五十五億 未來但是這個縮低的時間 真的是很少 但是高鐵這個風暗十三分鐘 我們剛才也說到 這個拆讀 這個風暗十三分鐘 對環境多月的衝擊比較少 農民都要作回來去討論 所以我們先來看 這個新聞評論是怎麼說的 作回來看 為了解決台北宜蘭的交通問題 北宜地鐵風暗已經經濟很多年 交通部長連到龍正式 北宜地鐵向新規高鐵 高鐵延伸宜蘭 初步秉庫是可以的 未來台北南港到宜蘭市 最快只有十三分鐘 交通部幾個 北宜蘭台南八十六萬 六點鐘就能看到一遍 交通部評過國體動員 路線規模為台北南港車站 通過吉蘭市區有五十公里 間接經費九百五十五億 未來車站南港到 高鐵延伸宜蘭 比地鐵二十七分鐘更快 過去百億地鐵 會經過火水水庫 集水庫 官團強烈反對 林家龍表示 先去做高鐵延後 換水庫較適合 減少 環境衝擊 也避免大量體驗 有沒有時間表 目前這個程序 我們正在做一些工程上面的分析 但是後續還是要經過環評 如果固體時間表 鐵鐵鏡 表示還在做工程分析 該通過 環境評過 所有的行程程序通過之後 四天期五過要十年 到宜蘭的時候 你不是只有到一個點而已 到了宜蘭以後 他沒有任何可及的方便的一個交通工具嘛 雖然政府這期大族鐵樓一天會省多寬 但是交通也這麼認輸 國體當年的結婚 真漏錯 強行對該管細節奔空 和既然東隊交通沒有幫助 記者總補得 總補得高通穩輸的政策絕對不能漏錯 現在這個價位已經出來了 但是也是有人會反對 反對的影響是什麼呢 可能會影響到這個 過期我們都說 大家要去打卡泡一個溫船 可以兩天淨櫻 這時候因為鐵樓 如果蓋起來十三分鐘就可以南港和既蘭了 所以這個縮底的這個時間 大家可能說我可能沒住在這裡 我可能會不會去泡一個溫船 我就回來了 不會嫁名了 有這些藥借的心想嗎 其實你一個很動態的建設就下去 一定有好的地方也有賣的地方 我們宜蘭的鄉親 很多人覺得說 哇 蓋高鐵 這樣我家的價格要蓋起來 宜蘭的那個經濟的反映起來 就到當年 差不多十年前 那個刷山水道通的時候 哇 大家知道一趟出 哇 會通了 會通了 通了這樣 宜蘭特洞的 但是我們回來看 是不是真的特洞 還有我們現在是不是 真的這條路 一定要開到九百五十五葉這樣做 因為有很多方案 那你如果說 對觀光業來說 你如果說一些作家的 作賣黑衣服的 他們是不是好 為什麼 因為人會來這麼多 人會來這麼多 你買的東西會好賣 但是如果對那個做大 譬如蘆冠 民宿 這種的 這種的就可能有 很難或是什麼 因為很多本來 兩天一枚 變做一天 那個 水傘水道還沒好進前 我們來宜蘭出 差不多都是兩天一枚 因為要生一大 對 要去找一天 不然你就從北極 不然就在賓海過來 就兩天一枚在宜蘭慢慢算 慢慢開 但是好後來 變成說來台北跟宜蘭 變成一天 去宜蘭 去花蓮就變兩天 因為那去花蓮是三天兩天 所以說這會變化 變化的時候 現在是說這十三分鐘下去之後 會發生幾個問題 第一 我們宜蘭在地的小孩 人口外流會很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當地有些 可能是做一些上班的 或是做一些方向去賣 或是一些 可能他想說 如果是 生日的時候 就宜蘭就好了 是 但是十三分鐘來回 可能他上班的 走去台北 這就是第二問題 第三 我們面對是什麼 面對我們整個 配套要做得好 為什麼 因為不是說我們高鐵跟宜蘭後 後面 郵客來到這裡 很多也是要塞車 為什麼宜蘭 所以說 這有很多的問題 大家要去想一下 但是第三個問題 我要說出來 就是我們 九百五十五億 來開這條路線 第二呢 你每一年 還要很多錢 去外面 不是說 我們高鐵蓋下去之後就算了 當年都差不多 九十六百億的錢 你還要去吃 真的這個票價 有辦法收進來嗎 但是沒有辦法收進來 我們這個高鐵的公司 這樣會收進去 為什麼說呢 高鐵公司 負責的比率 已經到八十四百 如果說今天宜蘭這條也做 屏東這條也做 兩條都做下去 說得比較難聽 就現在 網路上頭大家都常說 真的到八十七百 為什麼 八十七百 真的到八十七百 為什麼 因為我們高鐵的財政很困難 高鐵後面 老闆是誰 老闆政府 老闆交通報 另外說是我們 大家政府的錢還會落在這裡 這個空很大空 不是說我們有另外一個 北義的地鐵這個岸 是 差不多二十七分鐘 二十七分鐘 差不多 他腳會比較少 維護的錢也比較少 是 因為我們現在對台北坐車 坐火車到宜蘭 拿那個 渡江湖 或是普游馬 差不多是一分鐘 是 那速度十五分 十三分 到百分鐘 到一分鐘 其實 我們是不是說一定要用這麼多的高鐵 還是說我們可以用鐵鐵 這可以好好考慮 是 不過如果是真的開的時候也要注意 很多人口的外國 我們的土地價值會蓋 生活成本會蓋 可能我們一些 當地的夾借 你要面對到 我們客觀完全來改變 你現在要去面對 有很多長時間 大家要把這個用好 是 人口外國這個問題 可能也蓋著這個宜蘭關 或是說我們要討論這個屏東 整個三個經過這個問題 會規定這個交通的部分 我們來看說這個北極這個高鐵 跟這個直線鐵路 這個比較 我們先來看說這個行車的時間 高鐵躺到宜蘭 我們剛才說的是十三分鐘 北極這個直鐵 就是直線鐵路 它是二十七分鐘 經費的部分差 到三百億 所以這個高鐵的部分 是九百五十五億 我們看到這個北極的直線鐵路 是六百六十八億 路線這個長度 差不多是五十公里這麼長 我們看到這個每點鐘 這個相況這個運量十二十五萬 這是高鐵 原告宜蘭這個部分 影響的這個人住 這樣宅的這個人住 差不多是一萬四千四百人 到一萬八千人 我們來看到這個十點鐘 這個北極的直線鐵路 這個部分是高房車 差不多是七千兩百人住 差不多這個完工期 是 高鐵是九十十檔 直線鐵路是九檔這麼多 繼續我們來帶大家來看說 這個北極的直線鐵路跟這個高鐵 他們在做扯名 但是有人說這回這個正確 一個出來是正確賣票 感謝我們走回來看 每逢假日 高鐵有很多車 加東坡提出高鐵 在東坪湯在宜蘭市 對南港和宜蘭只有十三分鐘就有 宜蘭如果進入加工 也要進加地方的接駁車 都可行 但是高鐵上還是有他的比較大的優勢 就是可能說他載運量大 他在票務上他的運作是獨立的 他時間上也比較縮短 自本北極的地鐵方案 對南港湯汽水汽口到頭下 差不多36公里 經費668夜 車停27分鐘 現在交通部偏向用高鐵 對台北南港湯在宜蘭市 經費995夜 車停13分鐘 現在的宜蘭汽車頭 自邊有不會叫觀光景點 誰都拿來這裡 但是未來賓中坐高鐵去宜蘭到後 如果要去附近餐廳 也要靠在地交通接駁 在地點街很快到高鐵桶園 但是沒有希望當地算去考慮 寬團是批評正切買票 北宜直鐵或者是高鐵到宜蘭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屬於一個 比較空的東西 他實際上會去落實嗎 不要每次到了選舉的時候 就把這個議題給拋出來 雖然交通部警員 高鐵延伸路線 對環境的情緒不大 但是部長幾個路線 也會經過一支架橋橋邊 宜蘭的款團成為 像宜蘭建設不主導 自宜蘭地坑公共運輸 如果沒有觀光客來後 地坑交通也是不方便 我們記者總部讀 高鐵如果要進來 這個當地的高通文書 要先改變 這個望路要建立就起來了 不過我們在說這個高鐵的時候 那時候是屏東先發出來 確定要在這裡來做這個高鐵 不是這樣 很多人想說現在選舉要到 就在說這個議題 就在說這個政策買票 但是我個人要跟大家來報告 就是說你看這個建設 到現在二十年了 這一次選舉 是說我們的林佳龍部長 有什麼要一個敏感的時間點來提出來 就是大家來理性的討論 因為這個建設 我們剛才也知道說這個建設 差不多完工要十年 也不是說這麼快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理性的來訴討 就是說不要什麼事情都要政治化 因為你現在這條路線 要做不做 大家現在拋出這個議題 可以理性的去面對和討論 其實我個人就是說 像我們你看當初蔣經國院長 在做十大建設 很多人反對 說現在車沒這麼多 但是幾年以後我看到了 大家都用得到 所以我說 像我們委員上面的總執行 問蘇議長 議長說晚做不如早做 因為現在阿伯要做 問題可能更多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大家不要用政治化眼光 都在看這些問題 是說 如果是說對這條公共運輸 對宜蘭 對我們大部分的民眾 是有幫助的 我是覺得說 大家應該要好好訴託 是不是要做 是 我們再來看 國際看這個建構體 是怎麼看的 我們看剛才我們說 交通部長林家龍 他說北延到宜蘭 除了快速 還分流 有效應 我們一定有可行性 交通部 鐵道局局長 胡鄉林 他說如果是寬平有過 這個完成到 這個行政 定屬 之後完工差不多 高級十年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說到 這個路線的經過 怕水窟 及擠水區 百萬人應用水安全 一定要照顧到 宜蘭管管管保護 這個效應不很好 但是如果你說你是坐高鐵來 沒有接的公車 或是說做車更方便 做車費用更高 民眾UK也是開車來 所以這也是一個可能 還有臺灣鐵道 這個國土整個學位 他說應該於這個北高鐵 北延到快速到宜蘭 在宜蘭設一個三天 都會有這個公共的車站 讓離開可以直接在外台換車 對這個東部人來說 出國也比較方便 也可以坐高鐵到途中 來坐這個飛鈴機 繼續我們請教齊悅哥 我們來看起來 國際的看法 其實很多都是對這個環保 或是說這個高通穩輸 網這個部分 我們待會說下去 這個屏東的這個部分 其實屏東 你如果經過來看 我們這個高通穩輸 這樣看來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剛才不要說正式買票 真的負責當地人的這個資料嗎 其實我們屏東這個時候很特殊 因為屏東是很長的 短短的資料 短短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全部的主委 都在屏東的北部 不過屏東的南部 有一個屏東最好的 經濟最好 須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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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最高的須 我們說的 國境之難 我們這條高鐵 你如果是要對祖贏 要把牛來賓 來賓 現在我們行政 他說的是 六地住的地方 說實在 如果是六地住的地方 整個要做 整個不要做 對不對 要花一千元 一千元 一年還要花一百元 去為何 整個開下去之後 那個地方 有什麼經驗很簡單 就說去影響台唐的土地 台唐的土地 不用掌收 土地沒有問題 你如果說 要遠到 召集那裡 有可能更困難 用這個理由 我實在是沒辦法接受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真的要做 你要做到 工作不要做一半 為什麼說工作做一半 你如果是真的要照顧 我們屏東人的生活 你就應該把他撩下去 會比較丟到那裡 因為你從那裡去 你要去 你去到那裡去 要去到那裡去 要去到那裡去到那裡去到那裡去 有好處 第二 你最好是連 收工基調也要接起來 為什麼我們的古土 沒有接我們的土地 沒有接我們的土地 沒有接我們的收工基調 我想說很奇怪的事 為什麼 像我們去國外出土的時候 都知道說 如果國外的基調 都會有那個 我們那個 也不是古土地 就去路 直接接作會 我們的那個機場捷運 現在把它撩好 不過我們很奇怪 我們明明要去機場捷運 為什麼我們的基調和我們的 土地站 要去一格 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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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要把它撲起來 因為我們的路線 不管是你 要去台灣的 要去台灣的 你從古土地站 是大路可以過去 不然現在就 公車去接 真的很難看 我世界基調 跑到不知道的人去 我沒看過我們幾歲 是這樣幾歲 有啦 這段這個機節 可以坐這個站 差不多五、六站 就到這個航廈去了 我知道啦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英國 像... 幾節去到幾年而已 是 我們是怎樣 對 都不可以做 是啦 這次你們真的要把高鐵 你要離開 在屏東的時候 第一顆的功能 是收工基調 為什麼 你收工基調 你放進去之後 你收工基調要搬起來 收工基調 你可以用得更好 可以讓我們 南部的人要出國 是 要搬起來 南部更好 第二 你當中間之後 你要去... 不管是要去鄉村 或是說我們屏東的人 要坐高鐵 其實 你現在在家裡的地方 你屏東的人 你要去坐高鐵 跟祖廈的時間 差不多喔 是... 差不多喔 其實這跟我們真正是無意義 你如果想看中間 看大家來打破 所以說 到底是怎麼做 不過說實在的 我們也是 還要繼續重點一點 我們的高鐵 已經要破散了 一間已經要破散的公司 還要這樣開下去 我們真正是不是會撐起來 第二 如果真的不撐起來 還要使用我們政府的錢 我們自己政府 有那麼多錢 政府已經負責也是累累了 因為高鐵之前才在採改而已 所以這段... 這段可能這個負債 這個比率 要按算下去 對不對 因為高鐵 近年財報出來 說什麼 很漂亮 那是騙人的漂亮 魔術師 那是騙人的 為什麼 他把折舊攤去給亂 是 把貸款... 把貸款... 把貸款放進去 貸款給亂 用出來說 我攤幾十月 那是拋銷的 所以說... 我們也知道說 現在高鐵的狀況 不說太好 我們一定也有一個了解 當中 而且還要花這麼多 說實在 我們也對高鐵很擔心 是 對高鐵 我們也要問到我們在地的聲音 我們先請假期 對到這個賓棚人 我們剛才也說過 這個賓棚人 也是願望人過 這段我們有這個行政院 這個事業版本 我們在地的基民 到底是要哪一個版本 其實我們行政院 他整個事業版本嘛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燕棚人 但是燕棚人 是完全不可行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我們現在 剛才拍板通過的一個就是 公共六個房子 當然這個六個房子 對到不論是賓棚的 官民來說也好 還是高雄市的基民來說也好 其實我們大聲音也很大聲 因為照理說 這個中大建設要到 到我們的屏東館 應該是也要有 招開一個公聽會 是 或是專門會來跟我們 鄉親說 我今天為什麼要選擇 六個房子 當然說你對到 經濟最高雄也好 或是整個環境 也好 但是在六個房子 真的對屏東館來說 真的是不適合的地方 所以說我們就去第三條 第四條 就是說 我們的燕棚市場 燕棚市場 燕棚市場 但是最重要的 應該是因為 第四條 燕棚市場 要到達出 中館 才有辦法真的把整個 整個的校友 帶領起來 為什麼這樣說 就是說 其實我們中館 在我們屏東 剛才我們李教授也說 整個屏東是長途行的 我們中館 因為剛才在屏東的中心 可以說是心臟 這心臟說得很重要 所以說 因為這個 中館 可以接到 我們的原住民鄉 有些原鄉 原鄉 原鄉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 西南的部分 用海山 海山我們怎麼說過 冬架 放了 睡著 睡著 所以說 中館這個風味來說 就是說 北的高山區 南的可以到我們的 海山的部分 所以說 其實這樣來說 可以平衡起來 就是南北的部分 可以更平衡 也會更加越來越多人 會願意來使用這個部分 是 第二點就是說 在中館的部分 對整個環境 我們的經濟好 跟我們的城鄉的發展 將來會比較優利 會比較便宜 特別是對我們地方的山葉 我們的觀光的部分 可以帶領到我們整個 整個的帶領起來 第三就是說 其實我們冰冬館 特別是我們中酒地區 我們的空污品質 空污是很嚴重的 可以說冰冬館 算是全台灣的 倒數有名 榜上有名 所以說其實 我們整個台灣的空污 如果翁南 剛才這個台風山 所以整個空氣 我們這個台風山 就是在我們中酒的部會 是 如果有一個跟日本的 大眾運輸工具 可以來使用 其實可以幫助 在我們地方上空污品 可以改善 讓我們不要在災難區 可以成長 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冰冬地區 很久沒有重大建設 有什麼冰冬館 人口一直流行 交通很重要 你交通不來 變的時候 人家一定往北去 一直外流去 所以冰冬館 為什麼這四年來 人口所需九十幾萬 減少八十幾萬嘛 就是這樣 就是交通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們站在城鄉發展 或是公平正義 角度來看 其實隔壁應該 可以重新冰國 來跟南延下去 跟我們中酒 是一個更方便的地方 對啊 再來就是我們前兩天 是我們也在報 高鐵環島這個工作 其實隔壁環島 你看我們北京要用 可以到宜蘭 是 南下去 可以到冰冬 未來搞不好有機會 不是說西部是高鐵 東部是快鐵 這樣要緩成一個環島的 一個高鐵環島 一日有的話 其實也不可能 所以說未來 這是大家都要整體 新的冰國和科領 是 再來是說沒有一個 我們整個說 隔壁到我們原地的房子 我們也知道說 隔壁到中間的時子 我們車頭跟他吊頭 吊頭的方面 真的有比較利便 是 真的 所以說這個隔壁的部分 如果比較主張說 可以 還要到我們中間 會比較好的選擇 我們繼續來請教我們的 輝翔大哥 其實你關注的環保的藝地 也是很久 你就是在地在經營很久的人 看到高鐵 有四個風暗要進來 我們冰冬 對冰冬的發電 可能也是有比較好的 但是對冰冬的發電 如果有缺點的地方 會在哪裡 現在大家都在消隔壁 可以這樣說 尤其是選舉要到 所以在這個高鐵 要南移或者是東移 來冰冬的時候 冰冬人也應該有參謀意見 是 但是我們如果看這個公共政策 他的借墊跟這間老館長 現在的行政委長 很緊張 等於冰冬宣布這件事 讓我們看起來 尾頭到尾都沒有感覺 這是冰冬人的狡猛 因為怎麼說呢 這個中台的公共建設 應該是大家都來參務 有一段時間的飲料 包括我們參選人 都會來跟大家報告說 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我來用一個譬如 隔壁通車十二檔 十二檔我們看 國安部的這個統計 我們國人在國內的理性 十二檔前 平均每一天的路性 是一點六七天 平均值 但是有隔壁 以後我們一樣這個受益 每一天的理性 現在唯一一點四四天 更少了 更少了 因為快速了快速去 結果剛才李兄剛才說到 他也是學者也是業者 並說我們在外面可以安示 我們李兄就是要安示 就是要休閒 是 要讓我們的心情好 重點名字還可以繼續上班 結果我們每天都在那裡 趕來趕去 我們沒辦法放鬆我們的身心 而且對我們的環境的衝擊 也越來越大 因為越多人越容易可及 我們的土地有承載量 我們的土地的承載量 是不是有辦法讓很多人來 馬上來 馬上要走 他的土地有辦法修生養殖 是 所以這是一個大家要修課的問題 所以我剛才說 在消隔壁的時候 我們要修課說 我們這個土地 我們的人民需要什麼 他平坦為例 我們平坦是一個農業大關 農業的產職 是全台灣第二大關 我們每一個農民 在這裡有三十七萬人在經營做 隔壁對農業有做到什麼支持 當然隔壁對屏東的觀光 觀光的發展是有正面的意義 是 但是我們如果是讓人來 趕來又趕走 這樣我們付出的是 我們的環境的味蕾 可能要喪失 我們的得到的可能都是 這個垃圾啦 或是說拋棄物啦 或是說霧燃園 可能會越來越低 所以我們如果來修課說 屏東我們有什麼發展的 這個條件的 天然的主要 我們會發現說 隔壁現在要用來屏東 在這個 土地處 是 土地剛才十七公里 他的新車二十分鐘 我今天介紹他 今天要來上節目 譬如說這張給我 在志強浩坐 我好像花三十分鐘而已 隔壁這段要二十分鐘 換言之 政府要花五六百億 一減十分鐘 只剩十分鐘 是 而且將來這個風暗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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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班車 我今天去我有四班行的算 是 同一個時間我有四班行的算 所以這是不是真的有辦法 把整個這麼大的屏東 屏原 隔山 這裡有雙軌保護區 雙軌保護區 大有三次人保護區 這是原住民 八個鄉頂 很大可以開發的這個 慢火的區域 睡前這裡已經一年有四五百萬人 在這裡坐起來了 坐起來了 我們是讓他賣下來 我們賺到就錢耶 不是讓他快出來耶 所以我們要提供什麼人材 讓我們軟體 來這裡讓他感受 我來這裡有辦法達到身心放鬆 是 要回去 把我們屏東的龍山屏 還可以帶走 這都要讓他記住 這個土地 才有辦法達到的目標 所以隔天 在這方面 是不是有辦法帶動 屏東的發展 這方面 我是覺得很懷疑 是 以前這個政策 發這個屏東圓 屏東人 這個比較理性的探討 對外的空間 嚇不起了 以前就由上而下 就拍板定案 這我覺得是 對民主發展來說 是沒有好的一個 中台政策的探討 所以坦白說 這個交通流變 離變 就是三合的部分 可能影響到 我都是這樣來來去去 這個負面的外部效應 是多很多 對這個屏東來說 或是說對宜蘭來說 都是 為了要賺錢 但是我當地失去了什麼 這也是要考慮的 我們繼續來看 我們剛才說到這個高鐵 我們不用跟屏東有四條線 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們演奏這個部分 不過這個部分 應該是比較沒有在 這時候這樣說起來 中央的這個方案 就是說這個行政院 比較prefer 比較行的這個部分 高雄案的就是說 可能會走到高雄站 還走到這裡 也是接到這個冰島站 但是這個效應 可能也是六個房間 可能對到這個市民來說 還是說整個這個冰島 官的這個官民來說 都是比較不符合的 所以有一種要求 就是說高鐵 如果要走 就要走到這個收工基調 還接到這個中央 這是比較符合 這個可能是當地這個基民 這個符合 不過我們還有說到 如果說到走到這個收工基調 這裡 其實這裡 我們剛才說的這個採繩 或是說這個 其他這個部分 會進到很多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說 現在是冰島站 有什麼可能在這裡 因為這裡是這個台庭 有這個地 會不會 所以採繩的部分 就可能可以比較拚命 但是加基 你覺得這個公法 對法電來說 你有怎麼接受 我是覺得說 這個交通建設 我們不可以就是 因為我們所謂說的 就是我們 那個叫什麼 不可以用賺錢 不賺錢 來做一個思考的方向 不可以做一個思考的方向 就是說 今天我放在這個六個房間 我真的可以 我們讓旅邊的環境 讓我們整個的冰島館 可以帶來的效益多大 因為很多人說的 我放在桌子裡 就像我們李教授說的 放在桌子裡 我來冰島到桌子裡 我就直接從桌子裡 到桌子裡去就好了 是 很多神奇說的 我剛才冰冷感受最親 跟那些人說 你要放在桌子裡 我就為爸爸蓋裡 蓋裡直接到桌子裡 很方便 我需要一點點 等一班車 就像我跟老師說的 我站在同一個時間 我洗房車可以帶 但是我建在家裡 我一點點煎一房車 真的會有那麼多 是 當然你如果說可以 跟南沿樂的外 真的是整個平南的 整個地區 因為我們平南的 比較熱熱下去 還有十幾個鄉親在那裡 不可以當中 這十幾個鄉親 也會受到感受 再來就是說 真的如果要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來做一個路由的 他也是可以利用我們的隔壁到桌子裡 開始接我們的客運 也好 或是接我們的小巴也好 可以在桌子裡 所以其實在桌子裡 我們來講 經隔的服務 一定會比在放在桌子裡 而且桌子裡說是 像鐵路 沒有新的交通 沒有在那邊 其實放在那裡 真的沒有幾個要去 你再說一說 可能也沒辦法 我們繼續來看這個高鐵 這個南部四條路線 一整 韓國有在那一星期 這個去做談會的時候 也有說到 那是經濟落地處 如果當選了 就把他開掉 我們先來看這個新聞譬端 代替屏東和調酒 新年剛才完成個計劃 行政一定有所信聰 頂各位選擇 經過兩黨的蘋果 高鐵確定要演到屏東 六地處一百五十幾公斤的 台東農地 就是新的高鐵屏東站 錄定地 雖然高鐵確定要到屏東 不過在學者專家建議下 替特局沒有幾個四個方案 第一是應做案 在現有的高鐵路線上 臨開教導科學館區站到屏東 第二條是從現有的助養站 經高雄後進地區到屏東 第三條是助養 能夠代替高雄車站到屏東 第四條是應收工機場 跳過屏東市直到屏東 不過出來讓人家建議 未來可能的鳥屏三十年 屬秦鄉雄調 政府做事情 不可以只看錢 交通平安更重要 政府做事情 要全面的規劃 照顧全民 在交通平權上 不能說 只有哪個地方 有哪個地方 沒有 國民黨總統參選林韓國瑜 也針對高鐵揚到平黨 以為其中的組員選 是問中選 是為了選舉購票 我們不同意 也不承認 我們要重新歸零來思考 因為同樣的 韓國瑜當選 因為我們不能夠讓選舉到了 用中央政府的資源 下來做一條像茫長一樣 茫長線的高鐵線 這是不對的 要讓藍波可以有交通平衡 在這裡高鐵的經營也要顧 高鐵圓到平凍 路線怎麼會 要順便來討論完成 記者綜合報導 真的這個路線 我們整個月要好好討論 尤其我們剛才說到 到底想多少時間 我們剛才這個洪老師也有說到 這個差十分鐘的時間 我真的要去安內 所以競在綠底庫 這個校尤其這個問題 我原本就直接鐵路走 為什麼要去高鐵園來這裡 尤其一些小環圖 這些頂頂的科路都要算進去 我們看到行政園的版本 和韓國族的版本 從中央跟賓東的六地 就是差不多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行政園的版本 五百五十四億 要到二雄二九年開始 這可以完工 我們看到韓國族的版本 到中央這裡 可能是比較符合在地民眾 這個基態 經費這個部分也不公佈 但是完工的這個時間也不公佈 如果動算了 到底是哪一個會暗算 其實還有很多時間 好討論 因為不可能就是說 我明年將會抽十一進場 就開始買來 因為這個還有很多蘋果 或是領領的工作要去做 只是說這個變成是選舉進場 這個政策大家在大車名 所以我們頭剛才的洪老師 頭剛才也說到 為了這個政策的部分 我們選舉進場 要真的好好考慮 不然是減分的 你怎麼看來 因為這種由上而下這個決定 而且這是行政院的高層 他已經把這個路線都決定了 如果這樣代表我們的國體 他的行政程序是 就讓這件好事就破壞了 是 因為我們的中大工程 高通部要先拼勾 你看這件高通部 還沒拍板定案 我們十月早到 老管長回到屏東選擇 十月二十 高通部被逼著 要去拍板定案 高通部以後還有一個國發會 因為這是中大國家的建設 國發會連勝利的機會也沒有 因為我的老闆 行政院長就說要去 我們邀請過去的專家來拼勾 我認為這是對這個國體的財務負擔 跟運量分析 以專家治理的原則來說 他們是不支持的 將來不一定說 屏東就不一定沒有 因為這個是一定發展的機會 我們潛力發揮出來之後 將來屏東也有可能 但是很稀針 以它的運量人口的經驗 跟財務的狀況來說 現在是不適合的 不適合 如果這樣我們的專家分析 讓我們的決策者 就是說我們的政務來做決策 的時候都沒有參考的價值 所以並且說政治決定 政治正確來決定一個國家的 動態電視 我們要譬如說 在科倫各地要來病毒的時候 因為之前專家覺得不適合 它的替代方案就是加 我們的臺鐵改善 所以我們有臺鐵改善 按過了 開始四十幾個也完工了 班次也減加 為什麼 當初的替代方案已經完成了 現在又重新再來一次 這個也代表我們的國家的 國土的幾位 政策的制定 都是為了一個服務 政治的因潤 如果這樣對台灣的發展來說 這是一個替代方案 對台灣的這個 溫定跟它的發展款來說 遠離真的土地跟人民的輸久 真的 我們繼續來看 其實國界對這個宜蘭 或是對這個國土的 跟臺東這個政策的看法 跟這個富民的看法 可能是宜蘭這裡比較佔心 但沒有 臺東這裡 可能因為這個效應的這個問題 如果是經濟在落地處 真的生十分精 真的是不意思 不過我們剛才說的 如果是修工基長 躺到這個中間這裡 這個所有的這個關閃 也是要把他考慮掉的 還有這個基民精修的這個問題 都要把他考慮在裡面 我們看說臺東去國土 國界的看法 我們剛才說的林家龍 他說這是要搭著一個 一天的這個行為空 行政醫療所很少 他說祖母不用再多一千多億 不用把剛才提起的市區 國庄市區把它揉開 也不用擺這個國土 減班 不會帶這個市中心 的交通黑暗地 交通沒有替代表 他說四月在審査會的時候 多數審査委員都認為祖母 跟他驗走 這兩天的財務效益 比較多三十年 沒辦法賺錢 經過賓國 高鐵南園 然後日空 水印尼冰冬斬 每天浸沾溫量 差不多十四千五百人人家 要做一個賓國的這個效益 繼續來看到這個 有報導說四千五百人 集中的四分之三十 是由這個祖母 轉換來的 創的一千多人 這是在台北這個補分 這十五分量差不多這四十分之一 然後比較比這個 中華集中的一千八百五十四人 房子來說是比較多 所以這個如果說 只是宜傳的這個文量 對高鐵經過的影韓 沒有意義 來看到說臺灣替德這個國土 整個學位 他也說我們平東 沒辦法解決交通的問題 會感到這時候 有的這個路線的效益 英文也會繼續來撩去 所以他的心聲 我們裡面有五個意見 但是真的要考慮 這個贊助有很多 第一 要負責當地人 有的人要發展的心聲 傳播的心聲也好 但是這個英文 高鐵 阿伯要排這麼長的這個桌子嗎 再來就是說 這個交通這個問題 如果是說 屏東欠這個發展的機會 還有如果是要選擇這個六地圖 或是說收工機場 還有經過這個中桌 如果是都這樣炒 炒不好吃 如果是到最後要選擇 真的是六地圖 可能臺灣也會發展 繼續有這種聲音 我們先請教齊悅哥 就是說這樣國土的意見看起來 各地的負責 或是說這個屏東人的訴求 還有頂頂的經過的因素 可能這個交通網路也不會建設 頂頂的 都會可能是最大的這個 警察的這個所在 其實這時候就是 一個政策要出來之前 你是不是有 真的跟當地的公民 好好下去跟人家 算命過 為什麼兩個案 這個是宜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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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案 每個都差不多 不用一個月 兩個案 都用出來的時候 宜蘭的鄉親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 是贊成的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案出來 當地說 我當地有這個需要 因為 你若是說高鐵是宜蘭 是 如果說宜蘭鐵路 是到頭三十 把本來一點點的路 我本來一點點的路 普通網 還是宜蘭 變成百點點 還是變成十五分鐘 但我覺得 實在 我覺得說 有明顯的差距 就是說 真的還是有差 但是 是不是宜蘭 真的需要高鐵 還是說 用鐵線鐵路就可以了 這 還有一個 討論的空間 因為 現在是林家隆 部長說 他要這樣做 但是 他上面還有什麼 你也要過國發會 你也要去行政院 你還要很多關要過 很多關 要過 差不多要很多時間 這個時間 大家可以 來討論 到底哪個案比較適合 哪個案對我們宜蘭的鄉親 是有幫助 還不說 讓我們 政府的財政負擔 一直這麼重 因為這 蓋下去 那座 座部是老 怕孫子在爬 這是很重要的 一點點事 是 不過 屏東這條線 真的 那 說出來 歐蘇金槍 老官長 現在議長下去 說下去而已 哇 不得了 全國都在爬 冰東人 爬得更嚴重 叫你說我真好意 我把我的高鐵 自己用到冰東 不把冰東照顧 照顧我的老官民 為什麼用到這樣 整個七雙以上的冰東的鄉親 大家說不好 不會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你就是沒有 真的沒有 了解到冰東人 你懂得什麼 需要 你不要說 政府本來 我們人民 納稅金 政府要照顧人民的生活 所以說 不管你高鐵 是料還是貪 反正我 要照顧冰東的居民 要把冰東的經濟 用得好 觀光用得好 農業用得好 所以我來給你蓋一個 高鐵路 讓你看生活可以改善嗎 為什麼 你只會這樣說 大家算不上 應該冰東的居民 大家打破了 大家給你 索青衝 給你三乎萬歲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變成說 這個 還有這個 好少說 是從議長的家裡 直接算不上 我要這樣做 結果說完之後 不得了 就是說 居民 大家反對 為什麼 真的沒有 打到我們居民的居民 因為大家就居民說 在跟他們 屏東的南部 賓南地區 這麼多的居民 要有照顧 因為全部都在北部 就是說 中秋是大家 一般 我們屏東館的館民 大家一般比較介意 所以說 韓國瑜 他去到鄉村 在說的時候 會說 他真的 他如果要做的時候 要改 要改 修工基調 更中秋 因為這條是 為什麼 他說這條 我說 因為 你如果是修工基調 不管是 我們台灣的人客 你從高鐵 從北部 坐到中秋 或是你外國人客 你從外國 飛機飛機 飛機 飛機 或是修工基調 他直接坐高鐵 坐到中秋 中秋那邊搬車 搬去睡覺 是 方便 你如果要搬車 搬去山地門 那個原生的地方 原住民地區 也好搬車 所以說 這個案 比較實在說 屏東的館民 比較介意說 跟中秋這個案 原因是這樣 不是說 因為現在要選舉 兩邊 有選人 大家先拚 先拚 大家拚 一個拚一個 政策在搭去 搭到尾 其實選舉是好處 因為我們台灣有選舉 有進步 但是有時候 為了選舉 黑白化也是可以 是 所以政策的苦惡 真的要安生好 因為這個交通業算 千多萬 加千萬的 千萬億 要千萬億 所以這個部分 要真的好好的苦惡 尤其是這個屏東這個座 屏東基民 但是這時候看起來 那屏東這裡的立場 是要支持還是不支持 就是說 如果說個體 可以跟屏東來說 你給它看起來 我實在 個體到屏東 這是好事 大家鄉親都很歡迎 但是我們討論 很多就是 地點的位置 是 真的在六地區 真的不一定比中秋更好 真的 我們剛才說過 中秋王當就是山區 也可以玩自民鄉 神祭在地的酒 還可以藝包 有鹽酸公路 那裡有蓄水池 我們一個人公府 就在那裡 再來還有林霍士林的一些公府 未來整個整個的觀光商業 所以我們都會帶來 有很多的效應 也很大 總是屏東 鄉親也希望高通是人看 也是邊看 這個重大的建設 可以帶動我們屏東 經濟的經濟發展 山堂發展 觀光發展 如果好 都可以帶動去 所以說 我們大家都很歡迎 也非常讚賞 但是第一點 為了選到 這就真的一個重要的工作 好好地屏東 來思考說真的在一個地方 可以讓我們的效益 可以提供 帶動我們觀光 既然我們臉東 經濟的山堂 這樣更重要 是 所以我們做回來 再來看說 支持和反對這個組員案 這個部分 尤其這個組員案 大家都在討論 到底磋底廚 這裡是不是適合 雖然說這個呆藤 這個堆在這裡 蒸污比較便宜 也比較適合 但是你錢 如果放下去 插這個四百頁 都一個效益 會出來 這也是要考慮起來 尤其說這個票胸 這個錢 他說一年差不多收 差不多十億而已 沒有很大這個效益 但是你如果是要做下去 多一個效益 是要考量進去 我們做回來看 接下來這個意見 就是說可以這個 支持和這個組員 或是可以做一個個體 跟屏東 可以輸這個屏東 做一個交通便利 利便的三次 也能讓這個東地區區 可以發展 將相約和技術帶大翁 這個屏東去 如果是說自這個 燒鋼到中秋 這個地下 這個關閃很多 尤其高雄 之前做鐵路地下閃的時候 就不要再高鐵 和這個代替 共過國 不過那時候 毛治國和葉匡石 都把它否決去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中央這個開支 比燒鋼中秋元更少 還可以蒸收到台湯 和這個眷村 頂頂的這個國有的土地 中央只需要花五百億這個部分 但是燒鋼中秋元要花一千五百億 反對方的這個意見 反對中央這個就是說 如果是說拍板定案 就是這條路線 可能會是政府的這個負擔 這條路線最大的工人 就是看過這條路線 但是氣候多多 一點點一半 冰凍人主要這樣建設 冰凍中秋 這個旁邊的這個鄉頂 不見得比這個冰凍 這條路線更少 高鐵如果是挖到這個中秋 是比較好的這個選行 將來也不會為這個延伸 台湯比較不會打算 繼續請教我們的洪老師 我們看看 很多民眾 這個高鐵可能真的要蓋了 如果是這樣看起來 但是這個討論也是還有空間 在 只是說這個選擇 這個位置 你給我看 哪一個比較日本 老館長要開這段大支票 其實絕對是這種感想 就說老館長在照顧冰凍人 但是路線真的是要好好考慮 他交通部現在說的 裡面出外這間 現在冰凍人聽起來 大部分都是不滿足 冰凍像剛才我們說過 我們需要什麼 是 冰凍的住院這麼多 困釘在這裡 要讓人來這裡搬下來 要處理把我們的農產品 跟我們的文化 我們在冰凍 我們有閩客 還有盧凱排灣 還有阿美 這個這個大 還有雙規服保護區 大五三保留區 現在以冰凍的訴求來看 很誇張就是剛才 家紀說 他把有線道 上面是我們南北縱線 最重的一個 但是它是線道的長期 它的設計不好 還有很多軟體的 燈號的管制都不夠好 所以它是一個 車禍率很高 這條如果有辦法在北平 可以通過國道十號 國道十號可以 通過來接冰凍 因為你國道十號是都會區 你要帶動周邊 這個現在沒有 他現在只能來到美濃而已 國道十號往東 就是來到冰凍 就算八八 現在在中秋 他也可以來接八十五號 八十一八五線道 如果發動 變成是省道的規格 這對冰凍的人 不需要花多錢 但是對冰凍的人 物產流通跟人員的進來 這是一個大動脈 是 對南部的人 也可以讓他承下來 因為我記住 阿朗在古道 阿朗在古道 遠在天涯海角 結果現在每天就拜人 一天有三天的人 額滿就是額滿 是 要來天涯海角 所以讓人承下來 我們在地社區跟十一住行 都可以得到最大的機器 是 所以現在的環境 就算有高鐵 但是我們的營災 對 我們的營災 我們的營災 背後 是 要怎麼讓大家了解說 我們冰凍是一個很豐富的 形態 和全國文化 這麼好 我們的營墓 我們的這個山子 我們的紅豆 都是台灣最第一名的 這東西都是最有代表性的 是 所以你說的就是說 我們把整個這個三頁道路 是 是說這個管道 提醒到這個升級的這個道路 先把這個管來這個交通 做好 請任督二脈打通 是是是 讓人來我們不可以有內容 可以讓人呈現 是 水果的部分 或是我們溫化的部分 可以就在這裡 慢慢來提醒 三頁升級 這是冰冬館可能要做的事情 尤其這個雞南館也一樣 尤其這個三頁升級 我們說有這個交通來計較 所以雙邊都要有 複合的這個對應的這個地方 今天非常感謝所有來賓 做回來討論 感謝 謝謝 謝謝 謝謝